大家好,这里是赵雨霞 一个让你看到金钱真相的频道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马斯克说的 将颠覆你几十年认知的六个逆向思维 因为99%的人都是正向思维的 先听个故事 妻子想改掉老公晚回家的习惯 于是就给老公定制度 晚上11点后回家就锁门 不让进家 刚开始第一周很奏效 可是到了第二周老公毛病又犯了 老婆按照制度执行把门锁了 结果老公干脆不回家了 老婆郁闷 难道制度定错了吗 经过方位逆向思考 重新与老公修订制度 11点后他不回家 老婆就开着门睡觉 老公大惊 从此11点之前就准时回家 正向思维 我害怕什么 怕老公不回家 所以想办法控制他回家 逆向思维 老公怕什么 用他怕的方法让他自动回家 学习方位逆向 首先就在于四个字 设身处地 在方位逆向的实际应用中 需要你真正站在他人的角度 尤其是存在利益关系的敌对方的角度 假设你晚上去自助银行存钱 刚好这个ATM机发生故障了 存的1万元被吞 你联系银行询问有没有解决办法 没想到被告只要等到第二天才有维修人员 这时你想到了逆向思维就在另外自电客服 说取权的时候ATM机多吐出1万元 结果5分钟后维修人员就赶到了 你要触动对方的利益 把你的问题变成对方的问题 一位女士逛超市 一不小心手机和钱包被偷了 内心十分着急 碰巧一位熟人路过 了解情况之后 只见她不慌不忙地拿出自己的手机 开始向丢失的手机发送短信 姐,刚到超市找不到你 我有急事先走了 欠你的2万块放超市 寄存箱B07 密码3686 拿到前后回信给我 不疑会 小通主动送上门来 手机和钱包都找回了 如果是你丢失了钱包和手机 你会怎么做呢 肯定是找把案调监控来查看 看谁拿了 然后想办法找到他对吗 不要想我现在要什么 只想小偷现在要什么 爱因斯坦曾说过 想别人不敢想的 你已经成功了一半 做别人不敢做的 你就会成功另一半 我与哈浩正共同筹备一堂全新课程 不露脸YouTube赚美金 现在有特别福利 我将征送课程限量 找了粉丝折扣码 只要填写一下调查问卷就可得到 赶紧行动吧 有个人想买一个店面 他就给贴在玻璃上面的电话号码打电话 把过去之后发现是个中介 经过了解发现中介费特别的贵 他就想了个办法 拿了个小石头把一扇窗户给砸裂了 然后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并说是自己不小心弄坏的 请房东联系自己赔偿 过几天房东联系他 他直接在房东手里把店面给买了 他就省了一大笔中介费 店面买了后 他不知道做什么生意好 他就又贴了一个出租信息 很多求助者跟他联系 他用房东的身份 问这些求助者租这个店面要做什么生意 然后选择了这群求助者中选项最多的那门生意 结果倒退法 首先要确定或设定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 然后从目标倒过来往回响 直至你现在所处的位置 从最终目标出发倒回来进行逆向思维 就能获得前进的路线图 另外一个小故事是 一个朋友向小明借了2000元 并写了借句 在还钱的期限快到的时候 小明突然发现借句丢了 这使他交几万分 因为他知道丢失了借句 向他借钱的这个人是会赖账的 小明的哥哥知道此事后对小明说 你给这个朋友写封信过去 要他到时候把向你借的2500元还给你 小明听了迷惑不解 我丢失了借句 要他还2000元都成问题 怎么还能向他要2500元呢 尽管他没想通 但还是照办了 信寄出以后 他很快收到了回信 借钱的朋友在信上写道 我向你借的是2000元 不是2500 到时候就还给你 首先你要明确知道 你目前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是要他还钱吗 不是 你要的是一张新的借句 而借句是要他亲口承认 他有借过你的钱 上国诸葛亮的草船借鉴 也是逆向思维 短时间内直接照十万支箭 是不可能的 所以照件变借鉴 就用大物作为掩护 草人借鉴 很多时候你找到你的目标后 你自己的能力是无法办到的 所以你就需要想谁还能够借力 当年土豆传到法国时 被称为鬼苹果 法国农民不愿意种 有人想出了一个怪招 在一块种植土豆的试验田边 安排由一支全副武装的士兵日夜把守 周围的农民一见此正事 认为土豆肯定是个好东西 于是他们时常趁机溜进试验田 把透灰的土豆种在自家的田里 渐渐的 土豆成为法国农民广为种植的一种农作物 这也是所谓的潘多拉效应 古希腊神话中记载 宗斯给了名叫潘多拉的女士一个盒子 并告诉她 绝对不能打开 潘多拉越想越奇怪 盒子里到底装了什么 为什么绝对不能打开呢 好奇心越演越烈的她 终于在某一天打开了盒子 没想到盒子打开了一刹那 冰痛 战祸 灾害 化作恐怖的幻象蜂拥而出 遍布世界各个角落 人类灿烂辉煌的时代瞬间不复存在 潘多拉效应又称静果效应 在心理学上 她是对人们不敬不为 越经越为行为的一种统称 与普通的逆反心理不同 她其实源于人们内心的好奇机制 倘若宙斯在给潘多拉盒子的时候 明确告诉她 这里面放的是惩罚人类的诅咒 潘多拉是一定不会打开的 反而仅仅一句绝对不能打开 激发了她无限联想和好奇 当人们的自由受到限制时 会产生不愉快的感觉 而从事被禁止的行为 反而会消除这种不悦 如果选择是自愿的 人们会倾向于增加 对选择对象的喜欢程度 而当选择是被强迫的时候 便会降低对选择对象的好感 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有控制权 不喜欢自己的自由受限 把希望学生做的事情 变为禁止做的事情 不要把感兴趣合理的东西 当成禁果加以阻止 以免对方通过错误的方法来获得 要把人们不喜欢 而有价值的东西变为禁果 提高它的吸引力 巧妙激发的利用人类天生的好奇心 一个母亲想引导自己的女儿读书 她说书是大人看的 你还太小 不能看 她把书藏在柜子下面 沙发后面 就像藏林诗一样 但她故意露出了点破绽 聪明的女儿很快就发现了藏书的地方 偷偷阅读了起来 渐渐的 这个孩子就对读书产生兴趣 有一次 我跟随一位老师朋友去讲课 会场在23楼 离上课还有两分钟 而此时是上班高峰期 电梯前面排队的人很多 至少要排五分钟 怎么办呢 老师迟到丢脸就丢大了 这时她跟我说 走 咱们走楼梯上二楼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我们走楼梯到二楼 从二楼坐电梯下到一楼 到了一楼后在电梯里不出来 再坐到23楼 我们没有排队 反而成了最先进电梯的人 一楼的很多人依然在焦急地排队 没有人去想有没有别的办法 可以不用排队 居然很合理地进入电梯 甚至没有人会想我们怎么进去的 这就是大多数人的思维模式 转换行思维 就是让我们由被动转向主动 还有一些笑话可以带出转换行思维的厉害 普通人会说 一个女大学生 白天上课 晚上去做妓女 转换行思维的人会说 一个妓女 晚上做妓女 白天还坚持上课 这两句话效果截然不同 第一种表达方式传递出来的信息是消极的 第二种表达方式传递出来的信息却是积极的 第二个笑话 有人在楼顶要自杀 说谈了半年的女朋友跟土豪跑了 感觉活着没意思 警察却告诉他 睡了别人的老婆八年 还有脸在这里自杀 他想了想 笑了笑 就走下来了 在日常生活中 转换视角去逆向思考的方法非常有效 在商业经营中 转换行逆向思维法的用处就更多了 比如 一个自助餐厅因顾客浪费食物而效益不好 只好规定 凡是浪费食物者罚款100元 结果生意遗落千丈 后来通过逆向思维 转换视角 将售价提高100元 同时修改规定 凡没有浪费食物者奖励100元 结果生意火爆并杜绝了浪费行为 在大家都一窝蜂去开创自媒体的时候 有人却看到了给自媒体提供服务的商机 于是就有了新榜这样的平台 开创自己的自媒体属于涌入红海 而开创一个为广大自媒体服务的平台 则属于蓝海 转换型思维能让你拥有蓝海思维 很多摄影者在拍集体照时 总是先数3、2、1 可是尽管人们都尽量睁大了眼睛 可总会有一些人在数到1的时候 坚持不住眨了眼 后来有个人出了个主意 大家都有点怀疑 可是照片拍出来以后一看 不然一个闭眼的都没有 你能想到这个主意吗 行办法就是让大家先闭上眼睛 喊3、2、1 后再一起睁眼 缺点可能就是优点本身 缺点逆向法的阻止就在于缺点即优点 缺点利用针对对象事物中已经发现的缺点 除了采用改进策略以外 更希望做到的是成本更为低廉的直接利用 这种逆向思维不是试图克服事物的缺点 而是反过来 将缺点变为优点 某时装店的经理不小心将一条高档裙烧了一个洞 用滋补法很难补救 这位经理干脆在搅动的周围又挖了许多小洞 并且精心修饰了一番 将其命为凤尾裙 新裙子销路顿开 该时装店也出了名 另外一个案例 美国有一种番茄酱 浓度很高 非常稠 与市面上的番茄酱不同 让家庭主妇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前景不被看好 一开始公司想重调配方 降低浓度 后来有员工说 我们这个缺点 有没有可能也是一个优点呢 大家意识到 浓度高恰恰可以证明番茄的成分足 这是一个巨大的优点 于是我们改变策略 聚焦在这个特点上 宣传语也改为 天然滋味 不加水分 广告让商品家喻户晓 销量也位列榜首 1975年 美国著名导演 斯皮尔伯格的成名作《大白沙》 是在剧本还没确定 道具还屡次出问题的情况下拍摄而成 在影片中的主角 机械鲨鱼道具 根本不会游泳 甚至连踩水都不会 还老是出故障 他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要么投入谨慎的资源来修理鲨鱼 要么放弃这条失败的鲨鱼 他突然看见了解决方法 那就是尽量减少鲨鱼的出场 鲨鱼直到第81分钟 才露出自己完整的面目 斯皮尔伯格说 你看到的越少 你想到的就越多 思想当人在踩水时 无法看到自己的双足 无法看到妖父以下的一切 隐藏在海洋下的究竟是什么 人们看不见的事物恰恰是最恐怖的 鲨鱼道具不好用 老实故障 我就尽量不让它上场 反而增加了影片的恐怖性 成功把缺点变成优点 一个从小听过的故事 有个小孩掉进大水缸里 别的小孩一直哭 因为不够力拉它起来 司马光却集中甚至 从地上捡起了一块大石头 使劲向水缸砸去 缸里的水流了出来 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 思考一下 孩子掉进水缸里 按照一般的常规思维 是要赶快把孩子从水缸里拉出来 换句话说 是让人离开水 这样性命才能保住 让人离开水 其实也是我们长期养成的一种固有思维方式 但司马光的头脑中 没有那么多定式的东西 让水离开人 不是也是可以同样救人的命吗 要让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查理芒格会先思考 如何让人生不幸和悲惨 要研究公司如何变大变强 查理芒格会先学习公司 如何会失败或衰退 查理芒格首先会思考 人都是怎么死的 然后避免这些死法 反转型逆向思维法 是指在研究问题时 由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受阻 而转换成另一种手段 或转换思考角度 以使问题顺利解决的思维方式 有一位老者特别喜欢吃水果 正好楼下就有一家水果店 但是买过几次之后 发现这家店所称的水果 总是确金少两 但是他又苦于无奈 按照常理 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他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儿子 儿子给他出了一招 这天老者按照以往称了五斤的水果 这次老者说五斤太多了 捡出来两斤吧 老板于是捡出来了两斤水果 然后把袋子里的三斤水果给老者 老者没有接 反而把老板刚刚捡出来的两斤水果 装在袋子里说 我要这两斤吧 老板傻眼了 虽然反转型逆向思维法的原理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实际上应用起来依然困难重重 我曾经在某个店商的群里看到一个截图 说是某公司的淘宝店铺 烧了数十万广告费 订单却没有成交几个 缺乏逆向思维的人 打广告也只会盲目烧钱 厉害的人则会采用逆向思维 人多的地方 尽量不要去 哪个地方是普通人最不可能去打广告了呢 当然是成人的网站 很多人不知道 成人的网站 其实是全世界流量最大的网站 很多世界各地的公司都在那里打广告 包括美国的外卖互联网公司 意大利的服装品牌 中国的酒店预定互联网公司等 这些广告最终的效果都好得难以置信 点击成本都远远低于谷歌和脸书广告 如果你对我们的全新课程 不露脸YouTube赚美金有兴趣 想要特别优惠的话 记得填写一下调查问卷 我们下个影片见 Bye